这几天 应该讲不是这几天了 已经十几天了 已经十天了以上 我想过去的这十天 俄罗斯打乌克兰 引起了全世界的 可以说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里 那么也有一些问题就产生了 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就在问这个问题 会不会 甚至一些的媒体也会在谈这个问题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来了呢 那当然你可以听一大堆的这些 什么政论家在那边分析来分析去 那弟兄姊妹 我今天要让大家再一次来看 从圣经的角度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个礼拜我有提到 那么不仅仅是在马太福音24章 在路加福音21章9到11节 也同样的有提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些的征兆 所以我们看看 主耶稣再来的征兆 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跟这个路加福音21章里面 都有共同的提到一个 就是什么 你们听见 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然后接着耶稣又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好 那对这边你可以看见 打仗这件事情 战争这件事情 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稣要再来之前 必然会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征兆 所以当你看见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 你看见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征兆 当然你说牧师啊 战争不是只有那边战争 但是这一次的战争 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一些的人的关系呢 因为 以前的战争啊 前面什么 缅甸啊 反正就是他自己家里面打来打去嘛 对不对 就是他内部的 对不对 他不会影响到其他周间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 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么乌克兰 你再看看下面 接下来是什么 乌克兰的旁边是什么 乌克兰旁边是波兰 还有呢 罗马尼亚 什么立陶宛 什么波什米亚 都是前苏联的 这些的共和国 换句话说 俄罗斯的意图不是只是 是乌克兰啊 你懂我这意思吗 好了 那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战争 那么跟末日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就有一些的 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到 特别跟我们今天讲到 启示录也有关系 有人就在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 启示录所说的 哈米吉多顿大战啊 记得我们曾经在讲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讲过哈米吉多顿大战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哈米吉多顿大战 在启示录十六章 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 他有这样讲 那这些你注意看 在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 这里提到什么呢 他说从日出之地 有没有 所来的众王 日出地是哪里 太阳从哪里去 东方是不是 所以这边讲到的是 从东方来的什么 众王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里有提到说什么 他说出去到普天下 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人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看到没有 然后最后十六节就说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 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哈米吉多顿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指的 以色列的一个叫米吉多 这一个小山 好了 弟兄姊妹 那其实 如果从圣经上面来看的话 这个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呢 还谈不到哈米吉多顿 你看哈米吉多顿啊 他已经是什么 是普天下的众王 有没有 众王的聚集在一起 好了 那另外 在这个 以西节书 跟这有关系的 以西节书 38章跟39章 又讲到这个 哥格跟马各的战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的对照表 首先我们来看 在以西节书 第38章39节 在这个地方 他讲到的时间表 是什么呢 他讲到是 在末后的日子 也就是末日 他并没有特别是在讲 就是讲的末日 是不是 好 那 这个 刚才我们 还有 还有就是在 在启示录19章 那边有讲到 这个战争 我们来看一下 好 19章呢 就是接着 启示录16章的 哈米吉多顿 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 并没有讲到说 这个结果是如何 死伤如何 但是呢 到了19章的时候 就开始讲了 到了19章就开始讲了 那19章这个地方 最后就是 等于是 这个基督 骑着白马 然后带着 众军 一起把这一个 战争结束了 好 所以我们看 我们就来看 这两个 战争的一个比较 这以西节书 跟38章 跟39节 这两个比较 好了 那我们来看 那你可以看见 这个 以西节书 这边的 讲到的 这个末日之战呢 它主要是指的是 在针对以色列 也就是说 这些的军队 他们要攻打以色列 OK 好了 那牧师你说 你说牧师 你讲这些 我这个东西 我今天要讲这个 要把它 如果要仔细地讲 我可能也要整个 要花个一个小时时间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跟 俄罗斯 乌克兰 打仗 有什么关系 现在对我准备 有的人 在这个解经上面来讲 有的 很多的解经家 他就把这个 以西节书 38 39章 解释 你注意看 他这篇提到什么呢 他说 亚马各地的 哥格 有没有 哥格不是一个地名 哥格是一个人民 是这个军队的首领 那接下来 他有提到说 参战的是什么呢 螺丝 有没有 OK 那螺丝呢 就有很多的解经家 认为 他的这一个螺丝 就是俄罗斯 好了 那么这个米色土巴 是什么呢 米色土巴 好 我们看一下 米色土巴 米色土巴 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 米色 有没有 然后土巴 有没有 它都在今天的土耳其 这个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是俄罗斯 那个螺丝是俄罗斯 那么这个米色土巴 是在土耳其 接下来他又提到什么 波斯 有没有 波斯是什么呢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 古石呢 古石就是伊索皮亚 北非的地方 好 这些都是在福 这些福 也是在北非的地方 利比亚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一个以西捷38 38 39章呢 就在讲到说 在这个 在 在 在默斯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军队 他们联合 非洲的这些的军队 还有中东的 这个伊朗 那么 那么这个从北方 急促而来 从地理上面的 位置来讲呢 俄罗斯 确实是在 这一个 以色列最北方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许多的学者认为说 这个俄罗斯 这个 这个螺 这个螺 就是俄罗斯 OK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当这个俄罗斯 在打这一个 乌克兰的时候呢 引起全世界的 这个注意力 不单单是 一般的媒体 甚至教会 也非常关注 这件事情 但是 弟兄姊妹 到底 这个北方的 这一个 急促所来的 这一大群军队 他们要来攻打 以色列 这件事情 目前你只看到 乌克兰 对不对 可是圣经里面 提到说 最后 他是要来攻打 以色列 那到底 这个军队 是不是俄罗斯呢 当然 这个说法 有不同的 有的人认为 从这个 时势里面来看 好像就是 这样子在演变 对不对 我们从这样子 分析也是很 make sense 对不对 现在伊朗 跟这个 伊朗跟这个 俄罗斯 其实是 非常 关系非常好的 那俄罗斯 你可以看见 土耳其也是 那么 所以这些呢 好像他们 确实 目前来看 这个是联合起来 他们好像是 将来是要一起来对抗 这个以色列的 但是 俄罗斯 我要大家注意的件事情 就不是要你们去 去 拜托拜托 我最近在我们这一个 传道人的一个群组里面 我就发现 为了这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又开始有两个 不同的 看法出来了 那有的人 就认为说 俄罗斯 就是那个 这个 就是这个 罗斯 所以呢 那当然 这个就影响到 我们的观念 就会影响 对不对 我们就会祷告说 这个俄罗斯 求神 这是管教他们 是不是 我不晓得你最近 在为俄罗斯祷告 你这个 乌克兰战争 祷告你怎么祷告的 请问你 为俄罗斯怎么祷告 叫他们停止 对不对 是不是 可能我们比较多 在为普丁祷告 是不是 我们希望他要 这个止息战争 叫他不要 不要再 这样做 不要继续这样做 对不对 那丢什么 现在丢什么 圣经里面 没有去 很清楚地交代 学者怎么说 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很肯定 百分之百地 确认这件事情 到底 这个北方的军队 是不是俄罗斯领头 将来的世界 是不是这个俄罗斯 会变成 那一个联合这些的军队 一起要来攻杀 以色列的 那亲爱的朋友 准备 重点 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见 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些都是 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 再来之前的征兆 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们的焦点 不要放在 像今天很多的一些 反正现在很多人 就是自己 就弄了一个自媒体 自己在那边 播一些东西 他反正就是 讲的也是天花乱坠的 你看这些东西 你真的看不完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重点 不要被这些 到底这个 会不会发生了 这个世界大战 会不会会怎么样子 我们的重点 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 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些事情 就是主耶稣 再来的征兆 这些事情的发生 正让我们看见 圣经里面 所说的这些预言 都有一天会成就 Amen 不管是哪一派 怎么说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末日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呢 先生兄姊妹 你可以看见 今天我们所生长的 这一个时代 特别这两年 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主来的脚步 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有没有 这个全球性的 这个pandemic 就是所谓 生理上所谓的瘟疫 全球性 全球都关注的战争 也在我们今天 这一个时代发生 接下来的这个战争 如何的下去 现在已经有一些的这些 在做一些的研究 我今天才看到 提到说 这个 有这个美国的 已经在准备 说是乌克兰可能 挺不住 最后要成立流亡政府 那怎么帮助他们 成立流亡政府 那么以后可能在乌克兰 就变成要打游击战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这些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不去 我们不是这些 去参与这些的 这些的战争的 这些讨论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让我们看着 这些事情的时候 更知道说 主来的日子尽了 主来的日子尽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除了为这个世代 我们为这些的战争 我们祷告 亲爱的兄姐妹 祷告怎么祷告呢 上个礼拜我也提到了 这一个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我们的祷告 是要看见乌克兰也好 俄罗斯也好 他们都要来信靠耶稣 神怎么做呢 神怎么做 神有祂的方法 战争也是可以被神所用的 是不是 神有祂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祷告 求神来掌管君王的心 以至于君王 要他的心在神的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一样 水一流斩 我们要祷告神的旨意 神的国度 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世代 也就是主的国要降临 主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中间 好 那所以 接下来 这个在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 他就提到说 在主耶稣要再来 约翰说 主啊 约你快来 然后呢 就提到说 有一件事情 提到说 要他们做的 就是要他们圣洁 好 不义的 不义的 让他继续不义吧 不义的 叫他继续的不义 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 圣洁的叫他人就 叫他人就圣洁 他这里在讲什么 他在这里提醒说 当这个末日的来临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许多的人 他虽然听闻了福音 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悔改 就像我们在启示录里曾经提过 很多人在当时经历这么多的灾难的时候 他还是不悔改 现在我准备 所以主说 不义的让他人就不义 不是说 上帝喜欢这个人过这个不洁净的生活 不是 而是因为这些人不肯悔改 这些人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听了福音 看了这些神的审判 他们不愿意悔改 所以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 误会的叫他人就误会 但是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 然后接着在 十五节 十五节 接着又讲说什么呢 他说那些洗尽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犬柄人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 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看了没有 所以呢 在末世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叫我们做一件事情 神的儿女们 你要圣洁 Amen 那些误会的 那些杀人的 那些编造谎话的 这些呢 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好 那么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十一节跟十四节 也好几次的提到 他提到说 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的消化 你们为人应当怎样的圣洁 请注意这句话 彼得说 这一切将来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 通通都要 怎么样 通通都要消化 这个世界有一天 所有的都要被火烧掉 不管它是核子弹烧掉也好 或者是天降下火来烧掉也好 现在听众准备 圣经上清楚说 将来这一切 有一天 所有有心职的 通通要销毁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请记得你说你相信 弟兄姊妹 所以彼得说 既然如此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然后后面接着讲说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接触 这里要讲的圣洁 就是圣洁在圣经当中 出现超过五百四十九次 最近我们在早上的宣读圣经 我们读立位记 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 读得甚至头昏昏老丈丈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很希望有人来解释一下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就忍耐着 好好的把它读过去 好好的把它读过去 但是立位记里面 讲到的其实反反复复 他要表达 很重要一个主题是什么 圣洁 单单在立位记 讲到圣洁的就超过了七十七节 整本圣经里面来形容神的这个形容词 用的最多的也是圣洁 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称神为什么圣者 单单以赛亚书称这个圣者 这个用词就用了二十六次 神是圣者 他是那一位圣洁者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要圣洁 是不是 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这个 在 这个 十八世纪的时候 一个非常著名的 曾经带在美国大复兴的 这个爱德华之 Jonathan Edwards 他说圣洁不仅仅是神的一个属性 它是神所有属性的总结 其他的属性与其相比 不觉相形见处 还记得这一个人吗 曾经我们提过他 他讲过一篇的信息叫做 落在愤怒神手中的人 的罪人 他讲到 他讲到 讲到整个那个地狱的 那种可怕 那个火等等这些 形容那些罪人 不悔改的罪人 怎么样子落在神的审判的中间 的那个可怕性 他讲到一个地步 在下面听众的人 没有人打瞌睡 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还在那边漫步惊息 听的人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 有东西可以抓 那个柱子就 那个前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座椅的前面的柱子 前面的椅背 就抓住在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就抓住 为什么 因为生怕这个地上开了一个裂口 然后就掉下去 就掉到地狱了 相对我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对圣洁的神 要更多的认识 你可以看见这一个时代 是充满了一个误会的时代 这个时代 就像刚才里面 启示录所说的 淫乱的 特别 我今天highlight在里面 这两个东西是 是今天这个时代 也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个就是淫乱的 对不对 刚才来讲说 那个那些淫乱的 杀人的 这些人 现在就这位 这个时代 是一个淫乱的时代 根据美国 这个 所做的一个 有关这个 英特内 对美国人的影响 他这个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 他说 他这个特别是针对这个 Internet pornography 就是网路的色情 色情网站的影响 他说 这个 全世界 有25%的 这个Internet的 这个25%的 这个比例 每一天 大约就是 6000 不是 68 就是 6800万的 这个搜寻 一天 有6800万的搜寻 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Internet pornography 所有的download 就是下载 有35%的下载 是跟 这些 色情 有关系的 那你说 牧师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那些男人 才会干这种事情 弟 对 没有错 弟兄们 你特别要小心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我今天没有时间 专门讲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网路的色情 它会毁掉你的家庭 它会破坏你的夫妻关系 它会使你整个的人 甚至你的 你的depression 什么什么都会跟着这个来 很厉害的 它绝对不会比那个 所谓的那个吸毒 要轻微 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没有关系啦 谁不看网路啦 谁不看色情的东西呢 但对不对 我要跟你讲 从这个统计书记里面来讲说 在看色情网站的 这些人当中 有三分之一是女生 三分之一是女人 所以它不是只有男人有这个问题 女人也有这个问题 求主怜悯我们 亲爱的女子妹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不要去沾染污秽 网路 现在已经变成是 最容易沾染我们的 一个污秽的所在 不仅仅是色情网路 很多这些 很多一些 这个使我们远离神 使我们不能够亲近神 使我们的思想 受到污秽的东西 通通都从网里面 都会出来 那弟兄姊妹 淫乱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虚晃 你可以看见 这个世界 是一个虚晃的世界 最近这个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 俄罗斯动用一切 他的网络的媒体 下令 所有的一切的媒体 通通只能报道 中央所发布的新闻 公开欺骗 是不是 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俄罗斯在干 我不说你也知道 今天在我们美国 你也会发现 我们有这个信任危机 有没有 有些人就觉得说 哎呀 什么CDC 什么白宫 讲的这些话 什么主流媒体 通通都是左派的 所以不要去听那些的 我们听就听谁啊 听有人开的一个右派的 Facebook 什么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左派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见右派的 好了 所以两边 那你认为 那个右派的 开的就值得相信吗 啊 现在六子妹 所以我们今天 已经有一个问题了 到底你相信谁 这个世界 到处充满了虚谎 没有一个好人 左派右派 不敬畏神的 通通都在说谎 是吧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在这一个虚广的世代 更凸显出基督徒 更凸显我们的神 是一位圣洁的神 是一位真实的神 所以启示录里面 多次提到这位神 这位被杀的高原说 他是诚信的 他是真实的 因此主耶稣 在世上说话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有没有 有没有 亲爱的兄姐妹 请问你讲话会不会这样讲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I truly truly tell you 阿门阿门地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回去讲话 开始这样讲好不好 没事讲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张牧师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现在听我什么呀 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 每次讲话的时候 都实实在在吗 前面都什么呀 我们有太多的虚谎 在我们里面 这个世界充满了虚谎 甚至我们生长的文化环境里面 你知道吗 我早期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 我发现说 真的是 只有那些重生得救 真正经历 圣灵的工作的 基督徒 我才能相信他 我出到社会去 我到外面买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能假的 我在中国经历过 不少被骗的事情 你们国内来了 不要 OK 我有一次在一个 都是国内来的 而且都是 什么PHD Postar的这些人 那个地方讲到 我一讲到什么 那时候刚好 什么毒莱粉 这些事情发生 我就讲了说 我说很多虚假的事情 其实我是要布道 所以我用这些做例子 会后就有人告诉 他说牧师以后你讲道 你不要讲这些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都是国内来的 你讲这些东西 好像讲我们中国不好 但是呢 情况就是什么 那我国内来 我就可以讲国内了吗 我中国来 那我就可以讲中国吗 你懂我意思吗 真理就是真理 虚谎就是虚谎 不管谁讲 对不对 他如果是真理 他就是真理 他如果是虚谎 就是虚谎 你不需要怕别人讲 那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你我 神的儿女 所以神要我们圣洁 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做一个真实的人 说话真实 行事真实 行在光明当中 不要做 那个暗中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最会做暗中的事情 是不是 表面说 牧师你好 心里面在想 当然你们不会这样对我了 是不是 但是中国人这一套很厉害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叫笑面糊 现在就是没 在教会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 大大方方 诚诚实实地说话 有没有 挺爱心 刚才有人讲这句话 这个问题要探讨下去 又要一个小时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他讲的是说 你要说 让人家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 责备人的时候 是不是 可是现在都准备 我刚才要表达一个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Amen 我在多年前 在一个教会 牧会的时候 教会有一个执事 很关心 也可以说 很担心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次就私下跟我说 他说牧师啊 你讲话 不要那么直 他说教会 也是有政治的 他说你要懂 我当时听到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 这个是在北美的 第一次碰到 这讲话 我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 如果在教会 还要玩政治 那教会太可怜了 我不在教会 我在外面都不玩政治 我也不在教会玩政治 Amen 现在丢了什么 神的儿女 耶稣说 你说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若是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现在就是 也许一时你们不了解 但是这一个人 如果长期在你中间 你就会知道 他是什么人 对不对 亲爱的兄弟妹 那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 敬得去考验 别人跟你在一起相处 知道了 他知道你这一个人 是可靠的 因为你不会虚谎 你不会欺骗 求主帮助我们 那最后 这个圣洁呢 不单单只是 消极的 不去沾染 圣洁更积极的一个 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沾染世俗 世俗是什么呢 在原文就是世界 也就是说 要跟世界分别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 不沾染 保守我们自己 不沾染世俗 这是真实的前程 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 也说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的世界 是指什么呢 这里的世界 是指的那些 凡是抵挡的 不属于神的 明显是与神为敌的 这一切的东西 保罗常常讲的 这些的东西 圣经里面提到 这样子的世界 神要我们跟他分别出来 神要我们跟他怎么样 我们不要去沾染他 这个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东西 可能你看起来 他不是罪 但是他是世界 他是明显与神为敌的 他跟神的旨意 跟神的话是违背的 譬如说 这一堆东西 你们有认识多少个 猜一下好不好 什么 GOOSE DEO 还有什么东东 好多啊 我只认识DEO GOOSE DEO 发音都发不正确 好 那你们看看这个 认识几个 Benz BMW 还有什么 下面那个是什么 Audi Audi 是不是 下60倍 你会发现 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名牌 是一个名牌文化 有没有 开车要开名牌 穿衣服要穿名牌 提个包也是要怎么样 名牌 等一下出门的时候 检查一下 每个姐妹带的包 是什么包 这个意思不是说 你今天不能够开Benz车 OK 有人说牧师 你这样讲 我们都不敢开Benz车了 但我要问的是说 你开Benz车的目的是什么 安全 有一个弟兄 他的家里面 出了好几次车祸 后来他们家就决定 要买车 就买Benz车 但是他们也不是买 那个新的 他们偷吃去买 二手的Benz车 那我问他说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说因为我们 出了好几次车祸 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Benz车比较赖壮 干脆买一个坦克车 好了 现在丢子妹 好 我可以接受 这个动机也正确 而且他也不是 为了要炫富 或者是他要买 那个好 七八万的新车 他买一个二手的 但是又是比较 reliable的 好 我可以 准 大家丢子妹 你需要 圣灵自己会在你心中 你需要自己 能够在良心上面 能够面对 圣灵的光照 我买这些车 我做这些事情 我为什么一定要名牌呢 我小孩 为什么一定要他去 读这个名牌大学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学费比较贵 亲爱的丢子妹 again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今天 你小孩子 去练名牌大学 你就犯罪了 你就爱世界了 不是 如果 你的动机是对的 你的心态是对的 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做 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对 你想要炫富 你想要有名牌 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这个叫做爱世界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爱世界 爱富的心 就不在它里面了 最后 什么叫世界 我想今天 这个民主跟人权 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最好的 这一种就是民主跟人权 我们在美国更是如此 因为美国是一个 所谓的民主的 一个老大哥 但是现在 六子妹 民主 这个字 你要记得 圣经上里面 让我们看见 老底家 这个字 就是民主 老底家 就是指的 众人的意见 原文的意思 就是众人的意见 讲到是 人民的公义 但是如果我们 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圣经里面 初代的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 经历了 圣灵的复兴之后 带来一个结果 他们彼此 天天在一起 剥饼用餐 圣经上 使徒行传 第二章42节 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都恒心 遵守什么 遵守什么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是什么 遵守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会改变 但是神的话 永远不会改变 亲爱的弟兄姊妹 教会不是多数诀 少数诀 教会是 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Amen 你我基督徒也是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我们读圣经 是一回事 实际到 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往往坏了一个头脑 这就是我 深深不能够 接受的一件事情 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 我们就照着做 如果需要改变 就改变 是不是 如果我的生命里面 需要被改变 被调整 因为神的话 不是这样说的 我却是这样子 那我就要改变 你有这样子的心吗 求主帮助我们 那些洗净自己一服的 原文里面这个洗净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 表明一件事情是说 要持续不断的 不是只是一天 圣洁这件事情 要一直的一直的 一直的一直的 一直持续到建筑面的时候 前几天 新闻里面报道 比尔盖茨的太太 叫做Melinda 她跟媒体报导说 其实他们是2021年的时候 离婚的 已经一年了 她就跟媒体讲说 其实他们离婚的 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比尔盖茨 有外遇 结婚了27年 最后走到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这个世界 这样子的事情 司空见惯 对不对 影响所及 今天的教会会不会 也跟着被影响 亲爱的兄姐妹 婚姻 是神设立的 婚约 是一生的 一committent Amen 神的话 不能够打折扣 我们对 我们真是需要 在我们生命当中 时时刻刻 保守我们自己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分别为生活 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 持走到底 亲爱的兄姐妹 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结婚了30年了 OK 已经到了安全地带 我们一辈子 都是在主的面前 需要谨慎自首 需要时时刻刻 保守我们自己 免得我们落入试探 免得我们沾染误会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finish well 那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讲完了这些之后 你知道吗 亲爱的兄姐妹 让我们看见说 这个世代 为什么你能够体会 让我们看见 这个世代充满了战争 充满了污秽 充满了这些败坏的事情 不公不义虚华 充满了这些 让我们觉得很难过 很伤心 有人说 牧师啊 不要讲这些嘛 亲爱的兄姐妹 我不讲这些事情 就不会发生吗 我不讲这些事情 就没有了吗 不是的 我要让弟兄姐妹 看见真实的情况是如此 我们不要成为一群 这个鸵鸟 躲着在那边说 哎呀这个世界没事没事 平安了 我们到教会里面 就听一些那个 听一些那些这个 让我们真是 正面积极的信息就好了 那叫成功神学 不要讲这些悔盖的事情 不要讲这些认罪的事情 不要讲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太negative 现在兄姐妹 心理学 那是心理学的说辞 但是圣经上里面 让我们看见 凡是被上帝所使用了 送上节 他之所以有能力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在 他自在里面 他说 神之所以使用我 因为我不断地 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他不断地指示 不沾染污秽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布道 结果在乡下布道 完了之后 哇 全乡下的人啊 在那边欢送他 哎呀 前面对我怎么样 作为一个讲员 走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出来欢送你 你心里面会如何感觉啊 已经飞到天上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宋上节博士 竟然最后他在这样讲 他回来之后 他说 他自我检讨 乡下传道人 所得的冠冕应当最多 看自己的爱心 比开始传道时少 以后要追求圣节 到乡间布道 一切物质虚荣 实在都是过眼云烟 神使用宋上节 因为他真是一个 立志在神面前圣节的人 所以神使用他 他的讲道有能力 亲爱的兄姊妹 主耶稣 快来了 在这一个充满污秽败坏的时代 神要我们过一个圣节的生活 预备他的再来 凡有这样子渴慕的 约翰一师说 凡可慕主显现的 我们也当洁净自己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 我们预备心 我们要来领受圣餐 如果你已经受洗了 那么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边 来 参与圣餐 来领受 这个饼和杯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你仍然可以跟我们在这里一起 在这边来祭练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十字架 每一次当我们在这边 祭练主的时候 那我们就想到说 主耶稣他提到 他说你们 要这样祭练我 只等我来 只等我来 主耶稣在 吩咐门徒门 要圣餐 要剥笔来祭练他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 你们要只等我来 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 我们安静 有一点时间 我们自己来 寻查 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 污秽罪恶 我们这时候 来到主的面前 向主认罪悔改 求主洁净我们 好叫我们吃喝 不会吃喝自己的罪 请事情 来帮我们来谈 是不错 是不错 来到达自己的罪 真是来光照我们 就好像以赛亚 他看见了你 他就大声地呼喊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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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见这位圣洁的神 因此他在主的面前 他就说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中间 祝你赦免我们 不仅仅是嘴唇的罪 言语上面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思 有任何一些 你所不喜悦的 误会的 与世界同流合物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 捷径我们 好叫我们成为一群 穿着白衣的子民 主要保守我们 让我们天天警醒在你面前 过圣洁的生活 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好预备你的再来 谢谢你 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耶稣 拿起病来 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众人舍 你们拿着吃 为的是祭奠文 那我们乘着感恩的心 一同地来领受 饭后耶稣又照样 拿起杯来说 这个杯 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拿着喝 为的是祭奠文 那我们也乘着感恩的心 一同地来领受这个杯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吗 我们最后一起唱这首歌 我们最后再生妈妈 我们最后La Sia 香港歌的东西 音乐 nak 要请回感谢 我会保存耶稣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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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养耶稣 阿门 阿门 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 阿们 阿们 祝耶稣 我愿意来 我们副歌的时候 举起你的手来唱 阿们 阿们 祝耶稣 我愿意来 阿们 阿们 祝耶稣 我愿意来 阿们 祝耶稣 是的 我们愿意快来 祝耶稣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你还没有来之前 让我们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 保守我们每一天心思一脸 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好叫我们在这个污秽的时代 能够成为一群光明的子力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祝耶稣 阿们 祝耶稣